一般尖峰时间骑士经过施工路段 特别放慢车速 没有想到下一秒龙头像又歪斜 整个人重摔倒地 手臂留下斑斑血机 骑士躺在病床上看起来相当虚弱 因为他怎么样也没想到 好端端骑车上路 居然会被这一条安全谋锁给绊倒 骑车真的有时候太突然的状况 我们没有办法掌握 对 要结束 重回事发现场就在明泉大桥下方 施工单位正在进行赶借工程 为了安全旗舰工人都要把安全带勾挂 安全母所避免发生坠落意外 原本的保密服务却成了车祸充首 最可恶的是我们的施工单位 既没诚意也没有按照SOP走 我们会让保险公司来处理 然后就不接触了 等我通报你以后 你知道了你也不通报老检 今天不就还好 对方他没有发生生命的危险 如果说他像终结意外的话 那你们盖得住吗 国民党议员由淑惠痛批工程单位 除了不关心商者 甚至没有按照SOP向老检处通报 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理都出现瑕疵 而成这个厂商把那个工地的那个厂商的安慰人员 撤换掉 有跟商者那边联系 那他是说 他是说后续等出院之后 他会相关的需求的部分 他会再跟我们来谈 只为工程单位疏失害骑士上路 宛如在进行障碍赛 虽然已经亡羊补牢带 在看一次惊悚瞬间 难免还是先驾驾 三连新闻王家和杨兴仪 台北新闻报道